大大學校長方文昌和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主任張松甫將軍 代表簽署協議書未來雙方將攜手合作共享教學資源 兩雙邊的合作其實基本上有幾件事情 對於世界跟國家在推的叫永續發展這件事 綠色這件事情看能不能繼續的積極合作下去 另外一個就是張將軍這個單位主要在處理 不管是國內的任何的軍工器材 他的一個研發的部分 如果因為機密的關係不方便找外面的廠商 也許學校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學校應該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合作 期盼這六年盟能夠長期穩固持續下去 透過人才培育、技術交流、設備資源等面向的合作 集結雙方的優勢發揮一加一代二的力量 接下來大學大學將會跟平整中心發展共同的一個教學的一個計畫 以及產學的一個研究計畫 那我們希望一個狀況就是我們能夠提供優質的教育 讓軍方的不管是幹部還是軍方的軍事官們都能夠得到很好的一個在職進修的機會 因應時代的需求和產業脈動 歡迎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人員就讀代大學 拓展職雅的新可能提升職場競爭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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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